和詞曲 李宗盛 平時打坐 包括在廠康打坐的時侯 有強力的能力是因為太陽對坐在面前的光 對一個弟子去視頻一下 是否有這些善陣經 我知道還不愧是著相 是否是說明弟子的修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看的也看见了 不该看的也看见了 又收射不住 知道吧 第二呢 你不是说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是吧 这个时候这些境界都不是正定获取的 都不是你正式的定理获取的 都可能来自于素式的修行 这个对现代末法时代的众生这个现象太多了 知道吧 尤其女性 尤其女性就是容易看见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佛法已经在人世界 在人道已经传 就是说在人道有历史记载下来已经有2600多年 那很多人通过了正法 相法 末法 现在已经末法时代 那很多人可能都是从正法已经开始学习佛法 投胎啊 不断地轮回 轮回 从印度过来一直轮回到中国 可能学过小时的大神秘筹 全部学过了已经 又转了一圈 还在这坐着 只是没臣服而已 是吧 那很多学过的东西都有可能 突然在这一世 在出缘的情况 那也是果啊 你曾经学过那些东西 这一世你听到凡辈 听到佛法 听到咒语的时候 突然触动了 你有些境界就出来了 那也是因果的里面 你曾经学习过 学习过佛法的东西 所以出缘 而且佛法的能量差比较大 知道吧 就很容易出现 比如说 你曾经学习过医学 或者学习个数学 你出缘 那一小 你上学的时候 为啥就没出来呢 是吧 那些境界也没出来 因为它的能量差不如佛学大 就是说那个草墙 佛学留在你印记里边 生命里边的印记很深 就容易在打坐的时候就触动出来 火味上就不会退转啊 基于说你问几果这个 你可以举起 我是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什么叫不退转 比如说 我们去开一锅开水 开一锅开水 它其实99度它在没沸腾以前 如果你这个时候测了火 当它凉了的时候 你仍然叫它是没有开的水 是吧 仍然是凉水 因为它99度 但是它没开 没达到飞点 所以这个时候就退转 就是已经99度了 但是你的火测了 它就还是退转了 但是如果它已经当达100度 就是说它已经沸腾了 即使你测了火 我这个时候水又凉了 也叫凉白开 知道吧 它叫凉开水 它不叫凉人水 知道吧 它就是说你上一世 你在果位上 你已经质变了 达到一个正量 果位 那个时候 这一世来了你也叫凉白开 就是说你上一世 你那个就是一次是凉开水 那上一世你没有突破一个正量 这个正量是一个是心性上的 就是开悟 就是说你没有突破人力的维度 或者是什么 你没有突破某一个维度 不管你学习多好 你还始终在人道 佛学真是 它是出轮回的嘛 它不是让你在人道做的很有学问的样子 不是这样 那么好 你在人道不管你多有学问 你只要在人力的之间里转悠 你始终就是98度 99度 你根本就 你没有突破100度 就是就像那个飞点没有到达 就没有质变 你始终在人道 不在天道啊 你没有质变 是吧 所以你始终这个时候 你很容易退转 你下一辈子就忘了 我告诉你 来了就白眼就出血吧 师父 师父 师父会是怎么一致的 就是念佛 就是通过念佛对往生禁止 因为病犯中 有说人通过往生禁止 就是退转了 有人在那边再继续 再继续 再继续 嗯 这种方式了 我这也 也会讲了 大家昏仰的净土法们 但我不是 所以 我是教实相念佛 我不会教你们往生的 知道吧 实相念佛是什么 什么叫实相念佛 就是你用不生不灭的心念佛 就是用空性念佛 用本性念佛 是吧 其实你也没有假的 假的总会去的嘛 不过说我们这个假心 你肯定是用的真心 因为假的就像客人 你是想留不住 知道吧 你在念念生命 你的意念在念念生命 你那个起心动念 你不是念念跑吗 你能把你的念头留一个小时吗 你留不住 所以最后留在这儿的一定是空性啊 所以每一个人留在这儿的都是空性 只有空性不随着时空消失 知道吧 你的本性是佛嘛 你留在这儿的只有空性是永恒的嘛 其他的早就生灭了 刹那刹那生灭 所以又不是又空性灭 又不生 我们肯定是有不生不灭的佛 就是说在见地上 你是有不生不灭的心念佛 既然没有生灭 没有时间 那就没有往生 因为没有死亡 是吧 所以没有死亡 就不会有往生这回事 对诸佛来说 你怎么会有往生这种事存在呢 因为你没有生灭 没有时空 对思想念佛来说 思想就是没有时间嘛 时间跟空间是幻境嘛 那时间跟空间是幻境 那个生灭就是幻境 是吧 既然生灭是幻境 往生是不是幻境 钟一生是不是幻境 那你现在我们坐在这儿 跟钟一生有什么区别 两个幻境而已 你在钟一生念佛 就那么能去极乐世界 现在念就去不了了嘛 是不是 实际上念佛是 没有往生这回事 你在当下 用不生不灭的心念佛 然后呢 去观想通过 因为你要念佛嘛 念佛就是说 要除阿弥陀佛来接你嘛 是不是 既然没有死亡 那么我去 我们去极乐世界 就是旅游了 是吧 那我们去做客 好 没有生命 那好 钟一境界 跟现在这个境界 两个境界都是幻境 是一样的 我现在就可以见阿弥陀 我现在就要去极乐世界 我去 我可以迅速的 就这样不断的 在极乐世界回来去 说破是个幻境 极乐世界也是幻境 但是极乐世界呢 休息更好一点 因为极乐世界的条件好 我可以化身无量 极乐世界有个我 说破有一个我在那修行 是吧 在说破世界 救度就在极乐世界修行 我们可以正的这种境界 知道吧 这叫实相念佛 在那念的过程中 但是你要对空性要了悟 你要逐渐的了悟 没有生念 没有生念这个事情 你才能了解 什么叫实相念佛 然后你才能会做到 你做在这儿 我不是经常说 要欢欢喜喜念佛 因为阿弥陀佛要来了嘛 是吧 实相念佛 是阿弥陀佛 你念他不是 他说你念我 我就在你旁 我听到你的声音 你呼唤我 我就 我会来临嘛 阿弥陀佛的证量多高啊 你不要怀疑他 你呼唤他 他不来啊 是吧 他有无量意化身 不是 我们就是一起呼唤他 他也会出现在每个人身边 他的化身是无量的哦 他不是说忙不过来的哦 你不用担心 这回事 不是你喊他 我 你等等 我先喊 你不要喊 是吧 你一个人喊 他有一个化身出现在你旁边 是吧 他跟你同在 他是跨时空的 他无处不在 他是佛啊 你要知道 你呼唤他 他听不见吗 问问你的心 你是否在呼唤他 你是嘴巴 你也还心里想着这个世界的苹果啊 橘子啊 想着这个世界好吃的 美食 你要不要去啊 到底是不是 你如果心里真的想去 我想去旅游一下 我能不能 你能不能把这个世界当成幻境 那中英生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哦 中英静静哦 是吧 那不也幻境嘛 那么也有一个你的神识 认为你在 你在一个世界里啊 这个世界这不也是说 你如果 你觉得那个更坏吗 你觉得中英境界更坏吗 这个世界更真实吗 现在你坐在这 你要不觉得这是中英吗 这不都是环境吗 是吧 你觉得你这儿见不到 那就能见到 告诉我 那你 那你那个 这个 这个环境跟你这个一呼一息 有啥去 有啥关系呢 是吧 是吧 你不是 你一直是心在那儿 要轮回吗 你的心在轮回 又不是肉体在轮回 你的肉体 你就算你中英静静 你要轮回到下一世 还不是你的神识 认为有一个你在轮回啊 你这个肉体也会没到土里 化成是吧 肥料的嘛 是吧 那都是环境 既然都是环境 大家坐在这 极乐世界在这 说不在这 是吧 我要去极乐世界 是吧 不认识那位阿弥陀佛来接我 那你要怎么 沐浴更衣嘛 你要去极乐世界 把它打扮了打扮 把自己弄得香喷喷的 洗洗澡 弄一根一 那阿弥陀佛来了 是吧 就像一个 十三几千年的父母 突然 你想 你想借他了 是吧 你说 电视台通知你了 你爸要来了 你妈来了 十三了一千年了 他不止一千年了 还上一年了 你爸你妈来接你来了 你会是什么心情 百感交集 激动的 也不能为 坐在这 打扮得飘飘亮亮的 把自己洗得 庄严的 阿弥陀阿弥陀佛 一会就来了 而且心里全是 阿弥陀佛慈父的像啊 心里那种激动啊 那种渴望啊 那种欢喜啊 是吧 佛陀要来接你了 反正都是幻境 是吧 你以为这样就死了吗 因为你心中无生死 没有生死 所以你会回来的 我告诉你 极乐世界就像在你的 就像一叉脚就在旁边 这边缩破 这边极乐 门里门外的问题 没有十万八切 对思想来说 没有司空 没有十万八切 你那回事 是吧 他就在你心中 你回自己心中 需要卖脚吗 你回自己新的世界 你心里边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在你心中 阿弥陀佛在你心中 你要回心里看一看 你还比回娘家还快呢 了解空性 知道吧 了解空性 然后了知实相念佛 然后欢喜念佛 然后去 每一个时空都是幻境 中英也要 下一世也要 这一世也要 上一世还一样 都是时空幻境 你在每一个幻境里 只不过是你现在忘记了 上一世 所以时空好像割离了 你的上一世 给这一世割离了 如果你记得 那只不过是就像一条河流在流动 你的生命从上一世流到下一世 一直在流动 一直在循环 因因果果 处缘就熟 因因果果处缘就熟 就是这样 一直在循环 是吧 你只是出不了这个循环 出不了这个轮回 现在你要出去了 一个是你觉得在 你现在以人力的身体 在缩脖世界 你说缩脖世界 休息不太好 那人力是个化身啊 对你心的 心是无形无相的 对空性来讲 我们本来是空性 是无形无相的 那肉体 这个女人是个化身吧 是吧 那你心也可以化身无量的 你不在境界里面 还有善境界 你不去到哪里 看到这看到哪 肯定不是那个女人看到的哦 是你的心看到的 好 你的心可以化成无量东西 那你的心 可不可以待在极乐世界 你可不可以 把这个肉体 留在缩脖世界 我现在我的心在极乐世界 假如啊 如果我心中有极乐世界 我了知空性 那极乐世界有个我 我做人的 是吧 我也许跟阿弥陀佛 需求呢 是吧 那这个肉体 也可以在这 哪个是真的 一样真 你就像要 你用一亿个化身 你都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 只是众生觉得很多 知道吗 两解之一点 所以随便去 可以同时修吗 何止阿弥陀佛的世界 药师佛的世界 随便去 都可以去 了知空性 就像阿弥陀佛一样 我们只要心里面有阿弥陀佛 它就是跟我们同在的 那么我们 我们一中的时候 胸里面只要想 是师父的书 就没得到师父的财神 是的 如果 就像阿弥陀佛 就像 我们在念 念佛法门里边 说的 就是说 诸佛菩萨 对众生来讲 就是母 就像母亲 一念孩子 他唯一的一件事 而且念念不忘 知道吧 如果这个孩子 也去一念他的话 马上就不想用 是吧 只是孩子 求的不是这一点 他也一念父母 但是求的 不想回去啊 我举个例子 大家现在不在人道吗 你们的父母都在家里吧 是吧 有的没走嘛 我不能说 你们不爱父母啊 是不是 你不回去 也不代表你不爱啊 你回去干啥 是吧 你不想回去 因为外面的世界 很精彩 你的心放异惯了 我们的心 在这个世界 在时空里边 很好玩啊 我们为什么 收心设意 回去 回家看父母啊 回家看父母 是吧 干啥 如果父母需要你 打个电话 你回去了 父母不需要你 你回去干啥 你一念父母 是吧 是你受委屈的时候 和一念父母吧 我们在外边 受委屈了 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 哎呀 想起我爸我妈了 这不一样吗 大家在娑婆世界 受苦受难的时候 想起佛菩萨 求求你帮帮我吧 你开心的时候 啥时候想过佛菩萨 你要回去吗 如果你很开心的 很幸福 很喜悦 现在赚了 赚了一个奖子 赚了 好不容易 抓住奖 一千万 一千万 好像还不够啊 一个亿啊 假如一下子弄了个 叫什么 奖卷 就是那采卷啊 一下子抓住一个亿 现在说 阿弥陀佛来接你呢 你要不去极乐世界吧 你可就想花完这个再说 我好不容易抓住 是吧 我花完这个 我再去极乐世界玩嘛 是吧 你看看你心里想的 你知道不知道 你花了一个亿的时候 要造下无量无别的因果啊 花钱没问题 花钱没错啊 是怎么花的问题 你怎么花也在造业啊 做善行赛业 做恶是恶业啊 那还是人力的 在人道专有呗 是吧 你没出人道啊 所以我们你看 在人道专有 大家就对这个钱很看重 我们为什么不看重敏钱呢 敏钱很大不看重 因为 它不能让你造赛业 造恶业啊 你拿那个钱花不了 做不了业力 需要师父的证量 有证量 而且师父有怨灵 你就会相应了 那你就 如果观想是上师啊 在密宗里 如果这个是 除非密宗 密宗还有一种修法 就是上师相应法嘛 那是上师 不管上师是不是 你都得把上师放在佛位置了 那是另当别录了 那是另一个修法 还有一种就是 你不是守上师相应法 但是你的上师很厉害 有你的上师就是阿弥陀佛 你的上师就是释迦牟尼 那你随便想 你肯定受益无穷 是吧 我每天想释迦牟尼 和阿弥陀佛 我觉得 有百力无一害啊 你为什么不想它 它那么厉害 是吧 它那么圆绝 是吧 你想它 就别想那块 宝石好吧 是吧 你念念不过 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的时候 你想想它们给你的价值 因为它们无处不在啊 这是正量啊 虽然你现在看不见 因为你还小嘛 就像一只蚂蚁念念 它看不见人力 是吧 你坐在这 一只蚂蚁念念不过你 每天想你 每天想你 是不是 有一天你一旦感应到它 你对它的帮助 你想想 会有多的 你会把它养成蠢物的 你知道吧 它这一生 那个蚂蚁的一生所需 你都可以给它做成 举手之劳 因为对你能力太大 你太富有了 咬一只蚂蚁 蚂蚁好像不好仰啊 蟑螂呢 如果蟑螂念念不忘你 是吧 如果你知道了 那只蟑螂念念不忘你 每天从早到晚念着你的名字 你会不会对那只蟑螂 因为对你太容易了吗 是吧 他要的那些东西 不就吃的吗 果果啊 水果啊 菜叶子啊 你随便举手之劳 就为了他 也他的倔熟为啥 也他的儿子女儿 全为啥 你太富有了嘛 诸佛不算一样的 我告诉你啊 你去念念不忘他 试一试 比你念念不忘那块石头 那块钻石 那块钻石不会帮你的 诸佛菩萨会加持你 呼应你的作为倦属 就是这样 没问题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